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这一周我们会感受到很多以前的一些事情种下的因 那么现在会看到一个结果 那么同时我们也是对未来也会种下一个新的期待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在感情上是容易承受到一些变故 那么在教育上娱乐上以及传媒上也都会出现到一些震动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需要牢记双子座跟射手座带来的这一种影响 带着一种独立思考的自由之心来走好接下来的每一步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整个的星座运势情况 请大家不要忘记参考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白羊座因为受到火星的影响 在工作上推行新的模式的时候会感到有一点阻力 生活中有一定的偏财运 适合房屋买卖交易 恋爱中的白羊座感情不错 如果说有可以结婚的对象 这段时间是可以考虑进一步了 单身的白羊座 要关注自己在公司里的聚会培训 可能会遇到不错的人选 金牛座 金牛座在事业上会有外派的机会 就是要小心一点 可能会被人家坑 所以这方面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有副业的话 这段时间的运势会比较好 那么在生活当中 有特别多投资理财的欲望 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些房产交易的机会 在爱情中 金牛座跟恋人激情满满 会为了未来做出承诺跟计划 但也可能有些反复迎来彼此的争执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暧昧的关系 单身的金牛座 会把自己陷入到一个复杂的关系里面 要特别小心一点 双子座 双子座在事业上有不错的资源可以开发 因为太阳跟海王会形成一个行客的交角 所以在事业上面 很容易觉得自己有心无理 在这一方面 其实要多注意一下 生活上则要注意身体 爱情当中跟恋人之间 能够更从生活的细节去体会爱情的甜蜜 单身的双子容易在职场当中遇到性仪的对象 巨蟹座 巨蟹座在事业上干净很足 要多花心思思考上级的任务 本周加班的情况也会比较多 在生活当中聚会变多了 虽然说会比较热闹 但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恋爱中的巨蟹座可以得到恋人的帮助 亲密关系不错的 单身的巨蟹座会有桃花 所以要多多聚会 狮子座 狮子座本周凡宅的事物还蛮多的 在团队当中会更有野心 想要近身的狮子座道路不太顺利 需要多花点时间精力 在生活当中 狮子座会跟大家聚在一起 人际关系良好 要注意的是要远离火源 恋爱当中的事座 会在对方面前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不过有一些霸道 也有秘密恋情发生的情况 单身的事座 可能会在聚会工作当中 遇到自己信仪的目标 处女座 本周做家装餐饮 早叫不动产方面的处女座 会更加有优势 工作起来更加顺利 部分做销售的处女座 能感受到人缘不错 但简单的情况 不是很稳定 有意外也有惊喜 生活中 处女座更喜欢跟家人 待在一起 恋爱中的处女座 有一些浪漫的事情 不过有争执的话 倾向于逃避问题 单身的处女座 可能会有相亲的情况 但并不让你满意 天秤座本周 会想要努力提升自己 并思考自己的学习能力 和赚钱能力 想要有一个 进修培训的机会 生活当中 天秤座适合来个郊区游 或者会有亲戚来找你 恋爱中的天秤座 可能会做出一些重要的承诺 已婚的天秤座 容易遇到家庭纷争 单身的天秤座 恋爱的运势相对一般 天蝎座 天蝎座本周的事业运势 还不错 竞争意识强 能够遇到好的项目 不过会有加班的情况出现 在生活当中 需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财运上会有进账 但是也会有比较大的开销 恋爱当中的天蝎座 跟恋人相处甜蜜 当然也有人会在搞暧昧 单身的天蝎座 桃花也很旺哦 射手座 射手座本周事业心很强 愿意积极解决问题 也有积极的态度去学习 在工作当中 也会分配到好的资源 有不错的项目 在生活当中 射手座会有冲动消费的情况发生 恋爱中的射手座 可能跟恋人不合 部分的射手座 会有秘密恋情 单身的射手座 桃花虽然旺盛 但质量不佳 摩羯座 摩羯座本周事业表现不错 能够得到他人的赞赏 竞争力加强 当然也会有一些秘密的计划 在生活当中 摩羯座本周会有很多 灵性方面的思考 也有很多哲学意义的想法 艺术创作能力比较强 恋爱中的摩羯 很容易跟人争吵 控制欲强 单身的摩羯座 则有一定的脱单机会 水瓶座本周事业上 比较有冲金 能够得到团体的帮助 但对于一些社会资源的运用 还需要更加实际 在生活当中 水瓶座适合研究选学 和心理治愈方面 在恋爱中 水瓶座跟恋人相处愉快 关系稳定 可以多多聚会 单身的水瓶座 在团体活动当中 容易遇到心仪的对象 双鱼座 双鱼座本周的事业运 不错有不错的动力 去完成任务 不过还是要从多角度 去思考机会的背后 不要过度美化 也不要掉以轻心 在生活中 可能还是会为了 人情而消费 注意力不集中 恋爱中的双鱼座 跟恋人一起制定目标 和计划 感情甜蜜 单身的双鱼座 恋爱的桃花 在远方 适合网恋 或者异地恋 以上就是 这一周的 整个的星座运势情况 我是金点鱼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不要忘记 点赞 关注 评论和转发 我在这里等你 拜拜 拜拜 拜拜